一口口咬下金黃酥脆的炸雞外皮 日本評審試吃數百個炸雞 就是要選出全日本最美味的唐陽雞 說起日本美食除了湯頭濃郁的拉麵之外 日式唐陽雞也是許多老饕的最愛 深愛炸雞的日本人甚至有日本唐陽協會 每年舉辦炸雞大賞來找出最美味的那一家 今年邁入大賽的第14個年頭 也請來專業的評審團隊 來為這項美食定勝負 炸雞評審們來自相關的食品行業 他們要在日本全國各地參加多次的評鑑會 每個人一天就要吃上大約一公斤的炸雞塊 不論是醬油還是日式椒鹽風味 每個類別都會選出總冠軍 今年邁入第14個年頭的日本炸雞大賞 除了選出最美味的日本唐陽雞 也讓日本美食的力量再次發揚光大 環宇新聞邱婉婷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請訂閱按讚